我就是想在咱们学校 多待三年 为什么 多学习啊 而且我喜欢 这里啊 如果 你想把一个人 从心里抹掉 但是发现 怎么样都忘不掉他 甚至于对于 未来所有的决定 选择 都在围绕着他 虽然对方 好像什么都不懂 你也知道这样 不会有什么结果 他该怎么办 老麦吧 不是 好吧 是 你真的为了他考研啊 不是 孙雅朗朗 好吧 是 我跟你说 你现在就是 物理看花 老麦呢 就是你的水中月 静中花 你俩不会有未来的 明天别忘了带伞 好像有雨 是不是 周日我可能有时间了 那咱们周日见 刚从银行办个事出来 一会儿你要是有空的话 可以来找我聊聊考研的事情 刚从银行办个事出来 一会儿你要是有空的话 可以来找我聊聊考研的事情 喂 斌哥 来了 麦老师 你要的果汁 谢谢 从哪儿来的 打工的地方 没有 其实我今天我 休息 来吧 老麦鲁豫在线 说出你的故事 我没有什么故事 我就是还不想离开学校 所以考虑考个研究生 我知道了 你想逃避社会 你们现在年轻人压力大 有一种叫逃避式考研 就是把考研作为逃避社会的借口 不是 麦老师 我 我给你的建议是这样 你想 你再读个三年五年 总得有一天 你会走上社会 早晚有一天 你要独立开始自己的生活 麦老师我考研不是为了逃避社会 我就是想在咱们学校多待三年 在咱们学校多待三年 为什么 多学习啊 而且我喜欢 这里啊 不过他们的 太值得了 拍照了 我 novj 你怎么不想想 你帮我工作 那些呢 你不想再极了 你怎么办 我自己想再极了 你想去做一个小小小 或者任何事所影响 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 那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做选择啊 你不要问我嘛 我的选择是我的选择 你的是你的 你要学会自己做选择